行动管制令进入第三阶段 不过却有大量轿车上路通行 政府发现有的人并不是基础领域的工作人员 只是趁机出门重新开业 警方昨天拘捕了1315名违规者 截至目前违反管制令的落网人数冲破1万人 昨天行管令进入第三阶段 但执法人员发现车流量却比之前多 国防部高级部长 Natusiri Ismail Shabili 下午在汇报会指出 如果从正面角度来看 这是因为警察增加路障行动 所以引发长长车龙 但另一个原因就是非基础领域商家 趁机出门副业 bahawa mana-mana perniagaan ataupun sektor perkilangan sekalipun hanya boleh memulakan operasi mereka jika men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MITI sebelum MITI ataupun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iaitu MITI memberikan sebarang kelulusan mereka tidak boleh memulakan operasi mereka dan tindakan akan diambil kepada mereka kerana melanggar PKP ini 部长补充 已经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管制令 获准营业的领域可以照常运作 而所有涉及粮食和药品供应链的产业 也能够运行 警方昨天逮捕了1315名违规者 当中93%的人延长扣留 剩余的已经获得警方保释 截至目前 已经有11,017人 因为违反管制令被捕 312人被控上庭 另外 雪兰儿警方今天开始 引用亚伯丁方案巡逻法 每辆巡逻车派驻三名警员 和一名军人 抵达目的地后 其中三人步行巡逻 巡逻范围包括住宅区 商业建筑 超级市场和公式巴刹 这项系统现在巴打铃在野 26个地点开跑 巡逻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分两班进行